我们之前说到草宝路快速路 新建工程一标特大型钢桥梁转体的一个项目 已经顺利的实施了 在最近有关的单位举行了观摩活动 这个观摩活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有很多的我们之前不了解的一些情况 都在这个观摩项目当中 给大家做了一些说明 也能够让这样的先进的经验 能够继续的在各个地方能够复制 应该说这个不均衡不对称的 特大型的钢桥梁的转体成功 是中国基建狂魔的又一个例证 而且横跨多条高铁线的成功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在这一次的流出的一些图片 网络流出的图片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幅非常重要的图片 它强调了这个远期护松高价的预留 这个杂道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 绿色的这个杂道可以看到 那相关的相应的相近的这个 护松高价的立交 有没有规划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所以我们也期盼着 松江方面能尽快把护松高价实施 同时在这个相应的位置上面 把这个立交的项目做出来 这个缓解这个路口上的 护松公路这边来亭北路的这个交通的压力